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的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他香港的亲人在2月份从香港给他电汇了46万6千块 到他的Aesco 然后借给他买房子 还有美国的两个朋友各自有一个借给他2万块钱 另外借给他了37万9 利息是2% 所以他现在是买了房子 然后把这个利息本金电汇给香港 然后和支票就各自归还给其他的两位朋友 他想请教一下专家说 这种情况他报税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怎么来报税呢 会不会出现不合法呢 比如说从外国或者是外地给他寄钱过来 然后让他买房子 这个合不合法呢 我们赶快请出李豪会计师事务所的李豪会计师来帮他解答这个难题 李豪会计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好 那我就假设这个Coin的这个朋友是美国税务居民 那他从香港这个有他的 我假设他说香港亲人就外国人 借他这个是4万6 那那个借条呢也属于金融资产 所以超过5万就需要申报8938的表格 OK 他的贷款利息是可以在他自己的税表上抵扣的 或者贷款利息的收入呢 就是在他香港亲人 就外国人需要去申报这笔收入 那他假如没有这个 他的香港的外国朋友没有这个税号的话 他可能需要在美国申请个税号去申报海外的这个 这个美国的贷款利息收入 那他是给他的 因为他是付给他们这个利息嘛 所以他可能需要预扣30%的这个税金 那假如说是美国 他在美国有些朋友也有借他钱 假如说年底没有给他1098的话 那他也需要对方的名字 税号 还有这个地址填在他的Schedule A Line B 8B这个地方 因为他的这个loan呢 他总共借的钱是6万6加上37万9加上2万 是超过75万的 也就是他是86万5 那超过的部分他的利息是不能抵扣 所以他利息抵扣是有受限制的 那至于他说这个会不会不合法 他只要符合这国税的规定 去如实申报的话 他就是符合这个税法的 好的好的 那么理好快就是 就是超过这个75万这个贷款之后的这个利息不抵扣 那不是这样说来的话 如果我借款借的越多 我的利息就不能够抵扣的就越多吗 就是超过的部分就不能抵扣了 所以通常贷款的话就有些人就刚好贷到75万 那就全额可以抵扣 或75万以下都全额可以抵扣 明白了明白了 好的 好 非常长知识 就好 非常长 knark